其他的話在雲端上面還有幾個練習題 包括就是說如果要顯示什麼一段票兩段票 不過這比較簡單一點點 假設的話如果我今天輸入1它就一段票 輸入2的話就兩段票 那當然這邊的話請各位也許自己練習一下 有關那個車票的部分 一樣是input的 不過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input的時候 我之前有講過input一定是一個 如果輸入1它會自動幫你轉成這個1 所以你在比較的if 特別注意喔 除非說你用int來轉 你已經轉成1、2的話 你就是比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轉型的話 像我這邊沒有轉 一定是個字串的e 比的方式 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記得是用兩個等號 如果等於自串 那就是一段票 第二種可能性就是a如果等於2的話 這邊也是一樣 因為沒有轉型 那反之elseif是 如果它裡面呢 就是輸入的是 除了1跟2之外的條件 那當然就是錯誤 那這邊會輸出錯誤 這題比較簡單 我想請各位試一下 再來的話 另外一個是性別的判斷 性別判斷當然 我們用m跟f 當然你也可以把它改寫成 如果它輸入男生女生 那這邊的話 假設輸入m的話 那就是男生 f就是女生 那這裡的話呢 當然我如果輸入也是一樣 如果是輸入m 這個地方是輸入一個字串比對的 如果是m 那就是男生 您是男生 輸入f就是女生 那當然除此之外的話 就顯示什麼 別鬧了 好好輸入吧 大概是這樣 其他的話 還有成績計算 這個我想也是類似 就輸入一個成績 顯示它是abc 這個比較像 那之前我們VBA入門課程裡面有一題 就是輸入成績 然後顯示abc a的話呢 是80分以上 70分以上是b 然後呢 c的話是60分到70分 反之就是不及格 那後面我們還會用到lister 所以 那如果說你要有多人的成績 或者是你多個成績的話 你可以用lister 那lister其實有點像是 如果你在那個python裡面 假如要輸入多個資料 那你輸入多個資料 如果要宣告多個變數 其實蠻麻煩的啦 那在excel裡面有儲存格 反正一次放一個儲存格 那可是在python裡面 如果多個的話 你可以用lister 這個非常重要 不過後面會再提到 先跟各位講 你可以用 宣告一個空的lister append 把資料放進去 它就會一個一個幫你加進去 這lister其實有點像 那個excel裡面的那個樣子 就是儲存格一直往下 這個後面會再提到 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後面有一題練習題 是計算面積 不過特別注意 我想計算圓的面積 它一定是py 怎麼樣呢 乘上那個什麼呢 乘上它的半徑 再乘上什麼呢 py乘上什麼呢 乘上它的那個半徑的平方 OK 那特別注意 如果我今天 假設我要寫類似計算 那個圓面積 比如說第一個 按右鍵 新增一個module module的名稱 也許叫什麼 叫cycle every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第一個 也許我就是 先給它一個a 那這個a的話 是請輸入半徑 這個半徑輸入之後 把它轉成一個整數好了 但如果你會有一半徑 如果會有小數 你當然用flows 那原來的方式是 假設啦 如果你用3.1 不過3.1是不精確 因為後面還有一串 但如果背得出來 可是理論上 這些資料 其實在python裡面 就已經提供給你了 但是呢 你要特別注意 你要自己要把它抓出來 所以這裡的話 特別注意 我要怎麼樣 在python裡面 把那個py的值抓出來 那這裡的話 特別注意 你就必須學會一招 叫做import 特別說你打個i有沒有 在那個每一行的最上面 有一個import 那如果說你今天 我剛剛講過 就是你要擴充功能的話 記得要學會import 那其實python最厲害的地方 是它有無窮的 非常多外部的功能 可以讓你去延伸 但是你要記得怎麼樣 要import 有一些已經幫你裝好的 那你import就好 但是有一些沒有裝 你要自己再從網路上下載 把它裝起來 那怎麼做 後面我們會講 尤其像你比如說 要網路上抓資料 要做網路發送 因為那個功能 本來沒有內建 所以你就要把它裝 不過這個後面 我們再講 就是怎麼去安裝那些 可能你沒有安裝的東西 不過慢慢一步一步 那如果像Mass 這種東西非常的普遍 比如說有一些相關數學的 相關的 比如說Pi的詞 那其實很簡單 你可以import一個Mass 那如果說你這個Pi 如果本來沒有 本來應該是什麼 這個面積應該是 用Pi Pi在哪裡呢 你打一個Mass 就import進來對不對 所以Mass已經被你import進來 那你Mass點下去 你會發現 很多有關Sign Cosign 什麼一些數學運算 這邊都有 那其中有一個 你打一個Pi 點Pi 有沒有發現 Pi就出來了 也就是說 它已經幫你把 那個圓周率 已經儲存在Mass點Pi裡面了 那接下來就是 乘上什麼呢 面積的平方 那前面我講過 面積的平方的話 是A乘乘2 剛剛才錯過 可是呢 如果我說你今天 想要用Mass裡面有個Pi 你不要用這個方法 假設你平方的話 另外一種的方式是 Mass Mass點什麼呢 裡面有一個 計算幾次方的 叫Mass點Pi 這個有沒有 Pow 那它會問你說 請問一下 你要計算的是什麼 你的什麼的幾次方 所以你就把A放進來 後面告訴大家說 我要平方 那你就輸入2就可以了 那這樣的話呢 其實呢 你可以利用Mass點Pi 跟Mass點Pow 去幫你做你要做的事情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這一題主要又增加 就是如何把那個 外部Import一個Mass進來 然後把它儲存一下 這樣的話其實你會發現 我們就可以引用Pi跟Pow 這兩個東西 那請各位先稍微試一下 畫面先換給各位 如果我今天希望小數點 有沒有 本來輸出的話 它會這麼一長串 那如果我希望把後面的東西 讓它不顯示的話 剛剛有兩種方法 一種是用那個 另外一個是Rung的 另外一個是Rung的 對不對 可以取到小數點 另外的話 同學問到說 那如果說我要向 內Sale裡面Rung Rung Up Rung Up是無條件進位 對不對 另外一個叫什麼 Rung Down 有沒有 無條件捨去小數點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 其實像這兩個方法 它內建的功能沒有 可是在Mass裡面有 OK 所以 你就會用Mass就可以了 用Mass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會需要解決 第一個 我們先試捨無路好了 再來解決下面兩個問題 那我要怎麼樣試捨無路 我剛剛講過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 你可以用Rung的函數 對 所以Rung的函數的話 當然你就直接在 這個 這個面積的這個變數 外面包有Rung就可以了 也許我們可以把原來的保留一下 然後呢 把它複製 我喜歡拖拉按Ctrl鍵 然後在這邊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Rung的 R-O-U-N-D 然後錢刮魂 在後面呢 豆點2就可以了 第一個 這樣的話我就可以 先把它Rung的 取代小便第二位 然後呢 再幫它怎麼樣 輸出成字串 輸出就類似這樣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換一個方法 假如說呢 我今天 我希望用什麼呢 用剛剛講的那個 點2F的話 那第二個方法 這邊拖拉一下 如果我用點2F的話 那我剛剛講過 你就不需要用什麼 不需要String 只是說 你可能要在這個前面 先加一個字串 中間呢 加一個什麼呢 加一個person 放在中間 然後呢 在這個的 雙引號裡面 加一個什麼呢 它的格式化的文字 那就是一個 也是person 開頭 點2F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 意思是說 前面它這個是 要把後面東西 格式化之後 再跟前面的字串 串接 大概邏輯是這樣 應該可以看懂吧 這個兩個做出來的結果 應該會是一樣的 我們來試一下 再把它執行一下 理論上應該是一樣 我輸入5 Enter OK 你會發現 這個是run的 這個是用person的 看起來是一模一樣 不過實際上 跟各位講 這個 如果你用下面這個 它裡面放的還是這個 但是run的之後的話 它就放這個了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 假設要再去跟別的數字計算 比如說加減乘數之後 結果 會一樣嗎 應該是不一樣的 所以特別注意 OK 再來的話 如果說我今天 剛剛有同學問說 老師我想要無條件 敬畏 無條件 捨去小數點 該怎麼做 當然我們可以用 原來這個來 底下再加一行 如果說你要無條件敬畏的話 特別注意 這個必須要在 這個什麼呢 String 也是一定要String 然後後面的話 我們用一個Mass Mass裡面 如果你要無條件敬畏的話 特別注意 如果Mass 我看看 Mass 打完之後呢 點 其實這 沒有 理論上應該會有提示才對 裡面的話呢 會有一個 一個 一個 function 它會提供給我們 就是無條件捨去 小數點跟那個無條件敬畏 幾個 好像在print裡面 是不是 OK 請各位先試一下 剛剛講的這個 無條件敬畏部分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 有關那個 如果你要無條件敬畏 跟無條件敬畏 的話呢 如果說要亂數 就是我要把剛剛的部分 無條件敬畏跟無條件捨去小數點的話 記得喔 它內建的方法裡面沒有 但是Mass裡面有 Mass點有沒有 其實要打在裡面 OK 在關戶裡面打 沒問題 那哪一個才是 其實呢 你會發現 這麼多個 從頭到尾這些都是 那個 可以用的一些 Mass的方法 那其中有一個 反正我從頭到尾 但你不用從頭到尾看 基本上的話呢 它裡面都有相關說明 其中有一個 無條件敬畏的話 你打個C 這地方的話 Mass點 打個C 基本上第一個就是了 那為什麼知道的是 其實旁邊不是有說明 Return 這個 List is smallest integer 意思就是說呢 它會幫你產生一個 整數喔 那個整數是 最接近X的 有沒有 最接近X的一個整數 意思就是說 它是大於等 而且是一個整數喔 意思就是說 如果 我今天的話呢 希望呢 是無條件敬畏的話 那你就用這個就可以了 所以把它C 然後呢 這個 刮弧一下就可以了 OK 那它就無條件幫你敬畏了 另外如果我說 無條件捨去小數點的話 那其實也是類似的方法 把這邊打個Mass 那裡面你們找一下 Mass點 Mass點 其實打個F啦 F裡面的話呢 有一個 這個應該不是 這個也不是 第三個有沒有 有沒有發現 它會幫你 Flow Flow是 幫你找到一個 小於等於X 意思說 我們這個 這個面積的 一個整數 意思就是說 無條件 這個 其實就等同 是無條件捨去小數點的意思 所以這Flow 然後呢 把這個 後面呢 再 把刮弧加上 基本上就OK 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 執行一下 如果我今天輸入面積為5的話 Enter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是原來的 沒有45 這個是Run的 這個是用格式 那我剛剛加一個 這個Sale 這個 這個 把它 有沒有 它找到一個什麼呢 等於是說 一個整數 它是 小於等於 我們這個 78.54 最接近的一個整數 意思就是無條件進位 其實這跟RunUp做出來的結果是一樣的 另外的話 Flow 就是最接近那個什麼 比它還小的 最接近那個整數 所以利用這兩個 其實也可以查到 我們剛剛要查的東西 請各位先試一下 待會兒我們再 變化一下 另外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我們現在Input 實際上是用輸入的 但是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 這個半徑請你幫我 亂數跑 反正你隨便跑 那我希望如果那個半徑 你亂數幫我跑 1到99好了 隨便幫我跑一個數字出來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所以待會兒我們會 學會一個就是 如何呢 可以讓那個Python幫我 亂數跑一個數字出來 OK 如果你會利用那個 亂數 其實就Random 幫我跑出一個數字出來的話 其實後面 蠻多應用的 比如說你要玩遊戲有沒有 其實很多遊戲 背後一定要有一個亂數產生器 像剪刀、石頭、布有沒有 剪刀是1、石頭2、布是3 那你就可以亂數跑出來 或者是說呢 我們要玩什麼 拆數字遊戲好了 像以前啊 蠻多的 比如說 隨便讓它拆一個 1到20之間隨便拆一個 它就亂數先產生 也讓它拆 最多只能拆6次 它最快拆出來 那你成績當然是最好 那這個地方呢 都會需要用到一個亂數產生器 要怎麼做 所以後面等一下我們會講 順便補充一下 假如Python裡面 你需要亂數產生一個數字 該怎麼做 會是最簡單的 OK